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普勿卫威力带来的Pokemon GO对战 这回对手是这个我们新加了一个海外Pokemon GO群的群组 是吧 他也要参加那个孟连杯Light Mail Cup 他的比赛时间比我早一周 所以他来找我陪练 那我肯定是很高兴的陪他练了 我这里又调整了一下阵容 是吧 好 首发的是Zetu被他的这个抽柚给抓了 我肯定是要换的 Zetu这个抽柚是独的小招 是吧 对我并不是Super Effective 所以我再等了一下 准备骗他一个大招 结果发现我甩出这个格斗系的时间还是比较晚 是吧 他还是那个 但是大招还是骗到了 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这个小技巧 知道要等到对方要放大招的时候 你突然换 你就可以像你白白的 让他本来打着你Zetu身上Super Effective的大招 然后打着你的这个这个fighting身上 好 但是 他这个抽柚斩能量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连放了两个 是吧 这牌子逼出了我的一个盾 还好我也逼出了他的一个盾 结果 看见没有 他是突然一下子又甩出了 克制我的这个polyrass的这个sift 直接把我给突袭死了 我斩的能量都没用了 是吧 还好我这个Zetu身上斩的能量是可以用出来的 我这个Arior Ace打他身上是Super Effective 何况我的小招打了他身上也是Super Effective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sift是有点反向的一个宠物 他是暗黑系 他却杀掉了我格斗系的那个青蛙 是吧 polyrass 但是我对这个超系的这个sift 却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然后他虽然把我打了 自己也死了 现在我只剩最后一个mark 但我多一个盾 看看能不能翻盘 他虽然有两个 但一个臭诱基本上已经缠了 是吧 他已经上 这个臭诱又没有盾了 我只要争取一个招把他给带飞 但是看样子他放大招的速度还是比我快 我只能挡一下 因为臭诱有frame thrower 打到我身上是中性伤害 是吧 我这个DugPose打的身上是not very effective 但是因为他健康状况不行了 咱还是可以把他打死了 然后最后他果然上的是一个抄袭 是吧 他也是经典的一个抄 一个按 一个格斗的阵容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mark打抄袭 那还是得心一手的 是吧 这个DugPose 咦 糟糕 结果没把他打死 那是这样麻烦了 他是有focusblast的 是吧 你看最后他最后一丝血 他大招放出来了 不过还好他放的是shadowball 看样子这个hypro展能量的速度比较慢 他展不出focusblast 他只能放个shadowball了 因为看大家看着他那个血量 他如果不放这个shadowball 认识要等focusblast 他是等不到的 只剩最后一丝血了 好 我们这相当于一次险胜 好 第二场开始了 这个我估计还是我刚才那个智能吧 我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 我这个首发格斗系换了 从那个青蛙换成了这个toxiccog 他也是toxiccog 好 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这两个同样的mirial match的时候是取决于谁的大招能先放 谁有charge move priority 但是因为是我邀请他的 所以他应该大招比我先放 是吧 但是没关系 是吧 我们可以在他放大招的时候插进一个小招 这样在第二次mutter bomb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比他领先放了 这个技巧是网上一个大流给发出来的 总之你第一次的时候 你后放 你故意让他先放 然后第二次你看 我们就抢先在他前面放出了mutter bomb 如果他不打的话 就被我们给打死了 是吧 我们这个去在一对一mirial match 我们取得了这个优势 并且还剩大概三分之一的血 应该是优势很大的 好 他换上了他的这个抄袭的这个rachel 结果我发现我的这个能量 最后这个mutter bomb没放出来 就要被他打死了 我觉得不甘心 挡了一下 是吧 用一个盾 反正我这个盾不会白用 我用了这个盾之后 他也得用个盾了 我的mutter bomb打他是super effective的 是吧 蹦的一下 打他身上了 是吧 好 结果他挡了 是吧 什么两边盾都用光了 结果我发现 哎呦 我最后还是在有一个满能量的状态下 被他打死了 是吧 早知道我还不如第一次打死了 为什么不如第一次就让他打死了 是吧 为什么不如第一次就让他打死了 因为他这个皮卡丘啊 在打死我的过程中 涨了不少的能量 然后即使他对阵我这个暗黑系 你看他也是很厉害 你看最后最后就是一滴血的时候 他又放出了一个standard punch 让我已经没盾了 把我打残了 他作为一个抄戏 残血的一个抄戏 就要能把我一个暗黑系的这个mark打得如此之残 是吧 那我的麻烦就大了 因为他最后那个暗黑系就大了 把我的这个mark收拾掉之后 我最后剩下的是个抄戏 是吧 这下就亏了 大家可见我对付他皮卡丘的时候 我应该换上我的抄戏的 但可惜我这个抄戏是statue 是被他皮卡丘刻制的是吧 是吧 所以这把我相当于是阵龙的烈势啊 因为他的这个抄戏的皮卡丘克制我抄戏的这个这个statue 那也不一定啊 因为我暗黑系的那个mark也克制他暗黑系的这个spiritube 是吧 就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了啊 结果很遗憾的这个抄戏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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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对阵情况 是这个皮卡丘把我的这个mark 最后一失血的时候放出了两个standard punk 把我打残了 可见我tokest krog当时第二个顿不该用的啊 就让他把我打死拉倒啊 所以这样的话说明结果就会不一样啊 这是很很遗憾 我第一轮通过我在网上学的技巧 取得了mirror match的胜利 结果最后还是输掉了 是吧 这个群组就是厉害 好 第三场我还是同样的阵龙 再次更加较量 我还是首发的是toxic krog 因为我看了他的阵龙 他是把阵龙发给我 我也把阵龙发给他了 是吧 他的这个六个阵龙中 我首发toxic krog是非常安全的 是是很难被他抓住 他只有一个statue是可以绝对克制我的啊 除了statue以外 我toxic krog碰谁都不虚啊 比如说这里碰见spirit tube 是吧 咱也是不虚的 spirit tube跟toxic krog打应该是五五开的啊 大概 你看这个他说可以以威露的优势 获胜 好 这个我们再各用一个盾 然后我朋友 是我用了一个盾 他没用盾 是吧 这搞错了 等于是咱这个用多用也也一个盾的情况下 不像他给打死 是吧 好 但是你看咱即使多用了一个盾 这也是一个比较比较残的状态下 把他给打死了 好 你又在没有多用一个盾 算了把他这个盾也逼出来了 是吧 各用 那就现在就各用一个盾 我说过 在各用一个盾的情况下 toxic krog可以说是显胜 是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又取得了开局的胜利 这个首发取胜是赢一半的 赢一半以上 看他派上的这个ratio 这回我没有让他在我身上攒足能量 他就攒了一小会儿 那我这个mark应该是可以是稳吃 在各一个盾的情况下 但是mark应该是稳吃他 他这个肯定是sanderpunch 是吧 咱就不挡了 然后等到第二次 他应该放那个wire charge 更加威力大 能量多的那招的时候 咱再挡 是吧 是不要紧的 好 我们的这个dark pose是先放 他既然攒了这么久了 可以很有可能是wire charge了 他肯定会挡的是吧 一个盾 然后他打我们 我们也是挡的是吧 各用一个盾的情况下 后面我就不需要用大招了 我在攒能量的过程中 我的小招就可以把它收拾掉了 这一把比上一次的咱的情况要优势的多 他最后那个应该是一个格斗系 是吧 我们再用一个dark pose伤他的格斗系 大家发现没有剧情突变 我按照这个正步走 他应该是一个暗黑一个抄一个格斗 结果他是 阵容却是两个暗黑一个抄 那这下就麻烦了 是吧 我本来最后那个是statue 那个抄是来抓他最后一个格斗系的 结果他最后又是一个暗黑系 而且他这个暗黑系还在我的mark身上攒了能量 是吧 可以说是极机了 这把他是 他是这个派出了这个双暗黑 双dark阵容 是吧 可以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机器 一个surprise 最后我本来以为我这把稳赢了的 它也是经典的一格斗一暗黑 一抄的话 我最后那个statue肯定是稳抓他的toxic quark 结果他这回没有toxic quark 又换上了一个双暗黑加皮卡丘的阵容 发现没有这个阵容还是挺厉害的 好 这把说了之后 我马上邀请那个群主再试一试看 看看我的经典的一暗黑一抄 这个一格斗能不能破掉他这个双暗黑加皮卡丘的阵容 让我们要多练几把看看 好 这把又开始了 我的阵容是一格斗一抄一暗黑 他还是那个两暗黑一皮卡丘的阵容 是吧 spirit tube作为暗黑 这个为什么这个双暗黑这种能行 就是因为这个spirit tube的特殊性 它作为暗黑系 是可以跟格斗系的toxic quark打一个这个55开的 是吧 上一把已经看了 各用一个盾的情况下 spirit tube是一个稀败 toxic quark是只是以一点点血胜利的 这我还是第一个不打 准备第二个再打 好 因为spirit tube是有可能骗盾的 如果在都在一个盾的情况下 我第一个打了 第二个他用这个这个 那个shadow board的话 我是会被他秒掉的 好 结果他还是用的almost win 第二个党 然后再一个mallowbomb打过去 他再一挡 我再会以威度的优势取胜 是吧 估计还是跟第一把情况一样 大家发现没有 剧情突变 他这次他没挡 他这次没挡的话 那就说明我还是一个残血获胜 但是却少一个盾 这反而是一个非常亏的状况下 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带着这么多的能量 被这个皮卡丘打死了 可以说这把我上完就亏惨了 所以说这个toxic quark对着spirit tube的时候 第一个almost win 你还是得挡 如果你不挡 他这个 那你干脆 如果你第一个不挡的话 你干脆那个第二个也别挡 是吧 大家都都别用盾 你第一个不挡 你第二个挡了的话 他第二个可以不挡 他可以节约一个盾 这样的话 你那个toxic quark还是一个残血状态 在多一个盾的情况下 他在皮卡丘打我的这个马克拉 简直是得心一手 你看我咱都不敢用 他一个盾都不用 我怎么可能两个盾都用了呢 结果打到这个情况下 我简直是败的一塌糊涂 是吧 他这个臭诱干掉了我之后 他比我多一个盾 你说我之后还怎么打 我这个大招focus plus肯定无法对他造成伤害的 你看他这个一个框起把我最后一个盾逼出来 他还有两个盾 那我只能用小招confusion对他造成伤害 但我的confusion是被他克制的是吧 那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个虽然我的hyperlow比较硬 能够扛他的一个框起而不实 但是意义也不大了 是吧 我肯定放不出focus plus 其实我放出了focus plus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人家两个盾在那里了 是吧 你看这只能放个夏洛波搞了一个盾 这把可以说是完败 所以说通过这次失败 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tossi croc 对阵 那个spirit tube的时候 如果他不挡的话 你也千万别挡 你多用一个盾 只网回了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血量 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 咱们继续来 这回我的tossi croc要记住了 再不能犯刚才那把的错误了 好 对吧 还是一样 咱还是tossi croc首发 它还是spirit tube首发 看看我这把 不犯那个错误 能不能通过我的hypro 取代statue 把这个劣势给帮回来 是吧 好 我们看看是 首先我的马尔巴姆是他先放 我知道他先放 我又用我刚才那个小技巧 是吧 第一个 让他先放 下次的话 我的那个马尔巴姆有可能会比他的奥米斯wind要先放 好 那个马尔巴姆 但我不挡 他也不挡 他第二个如果再先放的话 我也是不挡的 但是因为我用了我刚才那个小技巧 所以第一次 虽然他有priority 他先放 第二次我的马尔巴姆就变成先放了 咱们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大家看到这个小技巧 我觉得对付一般的人来说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对付这个群组 他这个智能 我即使取得了这个优势 你看这优势 最后马尔巴姆差一点点血 即使用了小技巧 赢了感觉也意义不大呀 感觉就是给他的皮卡丘斩的亮去了 是吧 这样第一个standard punch 暂时不挡的 然后第二次用wired charge的时候 再考虑挡 现在大家各有两个盾的情况下 应该是我能够那个打赢他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wired charge我挡的话 感觉他这点血我都不需要用大招了 但是我因为手点的快 刚才大招已经碰到了 感觉可惜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失误 如果有不用这个大招的话 不过他好 他既然他用了盾就物理不大 他如果没用盾的话 我刚才就亏了 是吧 好 这样的话咱们各一个盾 然后我们赶紧换上我的hypro 是吧 不想让他的sphere tube在我的mark身上攒能量 好 第一个quant 咱们可以挡一下 然后争取我们用focusblast 把他的盾逼出来 不过彼此逼出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吧 我们看看focusblast能不能 好像我们用的是shadowboard 结果shadowboard都没有放出来 也可能是我们在shadowboard跟focusblast之间纠结 结果看见没有这个sphere 抽又相当屌 相当屌了 认识在我们放出大招之前 就把我们给打死了两个quant 可见那个hypro这个家伙虽然比较刚 但是实在是攒能量恰吉的速度太慢了 可以说我这次的挑战又以失败告终了 是吧 这也没有办法 可见他这个皮卡丘带双dark的阵容对我克制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这个tossi quirk加这个mark 这两个人配上一个抄袭肯定是打平的是吧 tossi quirk这个选择没有问题 这个mark感觉不是那么给力 然后那个抄袭就是个负担 因为他的三个宠都不怕抄袭 尤其他最后一个又多了一个暗黑 又搞出你的抄袭 你简直是没法翻身了 好 这把我们再次调整他的阵容 这会我把出场顺序给更换了一下 我跟他说一下 试试看看他这个阵容是不是这么无敌 如果出场顺序不好行不行 之前都是我tossi quirk对阵他的spiritube 他是不用换能打个旗鼓枪呢 如果我出场的是mark来抓到他的spiritube 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是吧 因为spiritube最怕的就是暗黑系 他不怕格斗系 但是却怕自己的同类 好 在这样的话 他掐紧了一定的能量 我也掐紧了一定的能量 是吧 我觉得 所以我没有挡 是吧 我觉得能量要挡 要留着挡他的这个wire charge 好 但是因为我能量攒的比较足 他放了一个stander punch之后 我又放出了一个dog pose 是吧 可以说是这样 我再多一个盾 还多这个四分之一血的情况下 就干掉他的皮卡丘 然后他这样 他这个spiritube攒的能量再放到我身上 刚才把打皮卡丘身上多的那个盾就用掉了 但是不要紧 因为在各有一个盾的情况下 咱们dog pose又放了出来 是吧 看他他挡还是不挡 他如果不挡的话 在这回我的mark终于立功了 是吧 这可以直接把他给秒了 是吧 在我有三个重的情况下 他只有最后一个重 我这时候应该选择马上换了 不要让他攒能量 是吧 当然让他攒能量也可以 咱们把我的这个setube给扔出去 这个setube这个作用就是来把他的能量给耗掉的 是吧 这个格斗系再将他给收拾掉 这把就妥了 是吧 好 大家看 这时候Toxicoke上场 大家在各有一个盾 我还卡了一下 看到没有 Toxicoke攻击是停了一下 但是我这把也已经妥了 在各有一个盾的情况下 他是没法搞赢我的 咱们那小招就可以把他给A死了 他的小招打到我身上是被克制的 我的小招打他身上是正常伤害 所以他又只有这么残的血 肯定他再放一个frame slower 是没希望 frame slower是要55能量的 那个矿器只要45能量 他放两个矿器倒是有可能 放两个frame slower是不大可能的 然后终于通过这个阵容上的调整 还是打赢了 但是总体来说 跟这个阵容演练的结果 我感觉我的阵容也应该调整 我完全可以把他这个阵容给copy过去 这个皮卡丘本来是我放弃了的 我觉得也应该拿出来用 是吧 然后也可以也用两个Duck来给别人来一个surprise 是吧 好 这就是一场 这场我们之前就没有说好 他还不是去试验他的双Duck阵容了 是吧 因为他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他是陪我练 我的阵容也调整了 他是可以任意选择双Duck 还是各一个 这时候他派出了Toxic Core 就说明他不是双Duck阵容 好 我的皮卡丘对称Toxic Core也是一个55开的情况下 结果他选择了换 哎呦 他就换上了这个shift来突袭 这个shift是比较克制皮卡丘的 是吧 然后我点出了一个Wired Charge 他果然没有挡 因为他觉得不是Wired Effective 好 他换了之后 我也换 他突袭有成果 但是不好的是他也被锁定住了 我的Toxic Core把他的这个shift给干掉了 看到 但是他后面派上一个抄袭 我的Toxic Core就难受了 看看他的抄袭是不是又是皮卡丘 他好像挺喜欢用皮卡丘 很少用City 是吧 果然他又是皮卡丘 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有的一打的 是吧 毕竟Toxic Core跟这个Marvel Bomb对皮卡丘还是有威胁的 是吧 好 这一个Marvel Bomb打过去被他挡了 耗耗他一个盾 然后他的这个Sandepunk打了到我身上 我也应该打 下巴还是不打 挡了 选择挡了一下 是吧 然后我们争取再放出一个 妈的Bomb来 看看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哎呦 最后没有希望 很遗憾 是吧 早知道我第一个Sandepunk不挡了 然后第二个再挡 是不是好一点 因为第一个 不过那也不一定 估计也差不多的 可见这个皮卡丘就是屌 那个在说稍微少一点点血的这个Toxic Core打这个皮卡丘 他两个Sandepunk就可以把你干掉了 最后他突袭我的时候 我还是用这个皮卡丘把他这个能量耗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多一个盾 但此生最后一个虫 我们应该在皮卡丘身上攒能量 攒能量 好 他说这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绝不应该挡 是吧 我总觉得他会来一个Wired Charge 这是一 第二个 为什么绝不应该挡 这个Sandepunk对我们伤害并不大 是吧 后面那个是Toxic Core 咱们别 我经常容易打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是吧 我们首发的阵容是我的皮卡丘 对他的Toxic Core 他Toxic Core是攒能量的 攒能量才换的是吧 他的Toxic Core的Moder Bomb打到我们身上是Super Effective 我这个盾去挡了一个中性伤害的Sandepunk 却没有挡这个Super Effective的Moder Bomb 感觉就亏了 大家看见我最后能量 我还最后差20能量 最后多打他两下 我就可以再放一个Dark Pause了 如果我这个选择没有挡错的话 可以节约出的血量能够多挡住他两下的话 有可能这把就不会输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 好 这又是一把我一能首发皮卡丘 结果被他抓了 他用的是Spirit Tube 是吧 皮卡丘对Spirit Tube还是比较吃亏的 打其他的暗黑虫 皮卡丘都能造成足够的伤害 打Spirit Tube那是压力三大 好 但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个Sandepunk 你看看能不能对他造成足够大的伤害 感觉还可以 感觉把他打成黄血了 这样的话他来一个Arms Win就可以把我们带飞了 咱们觉得不甘心 毕竟还有在这么多管血 是吧 争取挡一下 再用一个Sandepunk将他带飞 等于也有点像上一次Toxic Croc对阵 Spirit Tube的结果 咱多用了一个盾 把他给干掉了 是吧 看看他节约的盾能不能取得成果 我只要能够再放出一个Sandepunk 等于他节约这个盾就没太大作用了 结果可惜咱没放出来 那我们又进入了极大的劣势 是吧 他这个抽佑来了 抽佑对阵Toxic Croc直接换了 是吧 换成这个皮卡丘 但我们已经涨了足够的人量 这个Made Bomb还是能够逼他 逼他这个这个挡一下盾的 然后咱们赶紧也一对一盾的情况下 又换上了我们的Mark 他肯定是一个Sandepunk打在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再还以颜色 还以颜色一个Dark pose 然后争取把他这个盾给逼出来 他第二个Sandepunk应该在我的Dark pose之前 咱们都已经有经验了 有经验了 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没有 没有党 没有党 最后再剩一个Dark pose 把他这个打死 他估计他看着我们没有党 他估计也不会党 是吧 直接把他打死了 好 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Toxicog来了 把我们给打了下去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Toxicog上来 他是这样展的是足够多的能量 是吧 咱们肯定要打一下 结果发现他用的是Crunch 那这样的话他很聪明 看看他能不能在我们放Mapdome之前 当然他无所谓了 他还有一个盾 是吧 我这个Mapdome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看看他的下一个大招能不能把我们给打死 哎呦结果他下一个大招来了 如果是Flameslower 我们就叽叽了 果然他是Flameslower 这把很可惜 就差这么一点 西败了 这还是 主要是因为首发这个 这个皮卡丘正好碰见是他的Spirit Tube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是Spirit Tube 对我们皮卡丘造成的伤害比较大 面对他臭诱的时候 我们没有放出 我们没有放出那个下一个Thunderpunch 就被他干掉了 所以导致了后面的这个失败 可见这个QQ群众非常厉害 在他面前想赢一把是很难的 这时候我们痛定失痛 只能开始求变了 我们把这个Mark换掉了 换成了我们的小老鼠 这下子抓他的这个Spirit Tube 就很惨了 这个小老鼠是绝对的克制 是吧 他要换咱们得赶快换 结果因为赶快换这个手抖了 这个黑老鼠我说过 他最大的特点是双倍怕格斗 是吧 所以在别人换人手里 必须马上换 一秒都不能犹豫 所以如果别人换上是Toxico格斗的话 对你造成的伤害会非常大的 结果因为我们换的太快 本来应该我们换上格斗系 杀他的抽用的 结果换上皮卡丘 不过问题不大 皮卡丘对这个抽用 反正也能造成足够大的伤害 看看我们三的胖气 好 他终于抢了他第二个大招 之前我们先放出了三的胖气 那我们就有主动权 决定他挡还是不挡 如果他挡了的话 咱们 咱们不是挡还是不挡 咱们选择没有挡 节约一个盾 让他把我的比较脚打死 然后通过Toxico格将他给干掉 是吧 我Toxico格是想再用这个盾 在他身上展能量 是吧 咱们节约了这个盾 他即使放出了大招 咱们把这个盾用掉 即可 在他身上展足能量 打他后面的那个 他如果上了抄袭的话 咱们就用Sludge Bomb 如果不是抄袭的话 咱们用这个Mod Bomb 看他什么阵容 因为他是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好他也有可能不带抄袭 结果他果然 他既然换上了Spirit Tube 就说明他没有带抄袭的 他如果带了Hyperol 肯定是直接来Confusion过的 是吧 他没有带的话 咱们直接两个Mod Bomb 这展的能量发挥中了 两个Mod Bomb 打在他身上 是吧 好那他这个 臭幼被我干掉了 这个Spirit Tube 是吧 那个也要被我干掉了吗 他即使那个Shadow Ball 把我干掉 问题也不大了 他选择是Armys Wind 最后被我干掉 他最后一个宠 咱还没见到过呢 是不是皮卡丘 看看果然 最后一个宠是皮卡丘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在衣食水里 又放出来一个Mod Bomb 这把可以说是 稳赢了 是吧 他这个皮卡丘在对阵 咱们最后留的老鼠 那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因为咱老鼠还很健康 他即使给我一个Wild 咱都不会死 是吧 何况他是Standepunk 咱们的血还是绿色的 情况下 就把它给打赢了 好 大家看到这把的关键 一个是他的阵容 还是这个双Dark阵容 但这个双Dark阵容 因为一开始Spiritube被抓到 那是很吃亏的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演练过一次 我那时候还不是老鼠 就是Mark抓住他的Spiritube 我都是可以打赢的 这第二是在我换人的时候 虽然我想换Talaxy Krog 就换错了成了换上了皮卡丘 结果发现反而起了奇效是吧 即使大家看见没有 有时候并不一定在乎输赢 有时候你输了 但是你能斩了能量 依然是可以的 是吧 我的这个皮卡丘 虽然输给了他的这个这个臭诱 但是我却利用Talaxy Krog 在他臭诱身上斩足了能量 同时这个因为斩足了能量 我相当于放出了两个妈的棒 打他的Spiritube 又放出了一个妈的棒 打散了他的皮卡丘 是吧 当然即使没有打散他的皮卡丘的话 我这个黑老鼠也应该是 能够解决战斗的啊 当然打残了是更好了 终于在这个群组身上赢下了一局啊 真是不容易啊 好 这还是上次跟群组打我最后输的那一场 他的这个臭诱反杀我的Talaxy Krog 是吧 为什么要反方这个呢 因为通过这些较量啊 我感觉到我的阵容需要调整 我那个Mark应该换成臭诱更加妥当 我选择Mark是因为他打抄袭更给力啊 打皮卡丘啊 或者是打这个呃 这个这个什么大中 Bronzer更加给力啊 因为他的小招 史纳尔是个暗黑系的小招 但是啊 Mark的问题就在于啊 他的那个大招 Dark Pose需要50能量 而抽油那个大招 Kroggy只需要这个这个45能量 是吧 而抽油的小招是独行攻击 虽然不是暗黑攻击打超系比较慢 但是斩能量比较快啊 那斩能量快 虽然打超系不行 他打格斗系可以啊 尤其是抽油 还有一个Flame Thrower啊 这种火系技能是可以反杀Toxic Croc的啊 大家已经看到了 而这个Mark两个招数 一个暗黑系 一个毒系 打在Toxic Croc身上都是啊 那个不是很有效 not very effective 是吧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打超系重要呢 还是打格斗系重要啊 这抽油也能打超系 只不只不过没有Mark打那么妥 是吧 但抽油却能反杀Toxic Croc啊 那个在有能量的情况下 而Mark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抽油比较重要啊 而且他整抽油斩能量的速度 是比这个Mark要快的啊 是吧 然后Mark感觉打皮卡丘也很吃力 是吧 抽油打皮卡丘比较吃力 Mark打皮卡丘好像也很吃力啊 没有也不一定能够占多少便宜 是吧 问题是抽油应该打皮卡丘 在一个盾的情况下搞不好是会输啊 Mark是肯定会赢 但是赢了之后也是个残血的状态 残血的赢呢 你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啊 有时候你残血赢了 只不过给对方下一个宠 占能量的这个空间啊 也不好说 所以啊 经过这个跟 Q哥群组的较量 我要把我的阵龙作为 做一次大大的调整啊 决定用抽油取代我的Mark 然后把我的hypernol 那个斩能量特别慢的hypernol给换掉啊 让皮卡丘出场啊 然后第三决定带三个Duck 不带两个fighting了 这什么鲁卡瑞奥啊 这个Toxer Polyrest啊 另外一个fighting不用了啊 然后再带上第三个Duck 就是Spirit Tube 就是我目前想的阵龙啊 这个星期六是我的比赛啊 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吧 是我的比赛 希望这个我从这个群组身上学到的东西 能够帮助我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